好 接下來我們看這一張還有一小部分 我們在這邊講到過多 因為陸如有些的條件也很 教育情形也很常發生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張最後 還有一小部分的受扣租回 不是說我賣掉了又把他租回來 好 那為什麼把他賣掉以後 又把他租回來 靈靈在哪裡? 那這樣的處理方式 因為照我賣 我賣掉 如果叫做賣 它是不是可以什麼? 承認我的處分損益 因為我是賣啊 好 我賣掉之後又把他租回來 那我賣這一段的處分損益能不能承認? 再想想看我說 售後租回 主要看到是什麼? 基本上我售賣的時候 我賣掉的價格 跟我賣掉當時候的帳面金額中間的差異 我就可以承認處分損益 好 那假設 好 假設 我把他賣掉是有賺的 因為我賣掉的價格是高於我的帳面金額 所以我承認了 處分利益 那現在重點來了 如果我主持把他賣掉 賣掉就沒了 那就很單純了 我的處分主義就決定完了 但是今天如果我把他賣掉之後 我又把他租回來 好 那你賣這個動作 有時候我們會擔心說 你是在這裡做一些 也不能說假交易 為了要創造你的盈餘 創造你的獲利 你去做了一個價格 如果我說好 我這個帳上只有10萬塊 我賣你50萬 可是你好像買貴了對不對? 對 假設這個購你價值也沒那麼高 假設 可是我賣一個買賣就是這樣 一個願打願哀啊 好 那我可以獲得40萬 可是這個東西 其實如果我真的賣給你 一個願打願哀就算 我還是可以承認我的交易利益 利得40萬 但是如果這個東西我明明要用 好 那你用50萬買了以後 我跟你講到沒關係 我欠下來再幫你租回來 所以我等於是什麼? 這形式上有點是什麼? 你借我50萬 我慢慢還你一樣 是不是有點那個意思? 這個是售後租回 所以重點就是在租回那一段 來決定我出售損益能不能承認 好 意思說假設我現在公司 因為我接下來要做辛苦的發行 或者是我要發行什麼公司可轉載 那我現在因為要創造比較高的獲利 好 另外我這樣我可以 發行的價格可以比較好 好 那我就做了一些交易 去創造我的盈餘 但是這個盈餘並不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我賣給你之後 我還是用什麼? 還要把它租回來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這種獲利其實就是一個假象 所以像這種情況之下 售後租回 這個售後的損益 我能不能承認? 就看你租回的條件 好 如果你的租回不是營業租賃 也就是說我每一年就付租金 然後我這個假設這個房子還有五十年的 那年限那我給你租五年 好 這個我們一段時間都是付租金而已 那五年之後就沒了 好 或者是這個房子可以用五十年 然後呢 這是五十層樓的房子 我只給你租一層 然後我給你租五十年 那這個五十樓的房子 我只租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所以等於是性質上面 事實上就是我真的賣了 如果性質上我是真的賣 我是不是真的賣了? 就看我租回的條件 如果租回就是一個營業租賃 我判斷它是營業租賃 好 那我就是真的賣了 或者是我租的時間很多 不是 租的命機很小 或租的所佔的比重很低 那事實上我也是真的賣了 那這樣我的水運就可以承認了 那些如果我是售後租回 這個租回又是資本租賃 那等於你出售 這不是真的事實 那不是真的事實的話 你售後的 你出售的產生利益 我們叫做未實現 那未實現 但我入障的時候 我還是有產生一個未實現 那這個未實現 既然叫未實現 它就不是我屬你點的特務 那未實現未來會什麼? 會因為我的付諸金的時間 慢慢把它什麼? 衝銷掉 好 這個就是售後租回 所以售後租回 這是其實有一開始 我們是認為是兩回事 但是真的兩回事 就像我們說資產交換一樣 資產交換如果你有實質意義 那就是什麼? 就是我真的賣掉 好 既然是真的賣掉的概念 那我就可以承認什麼? 處分損益 如果真的賣掉 就是我們說資產交換 你要看有沒有商業實質 所謂商業實質 就是說你這樣的交換之後 你換進了這個資產 跟你換出去的資產 它的風險、報酬都不一樣 那它就具有商業實質 那具有商業實質 我就可以承認損失 可以承認利益 它沒有商業實質的時候 我是以換出資產的账念價值 減掉我收到的現金 或加上我付的現金 才能我換入資產的入障金 這個觀念是相通的 為什麼會講到資產交換? 我就跟你講說售後租回 這個概念跟我的資產交換 是相通的概念 你就說重點是在於 它有沒有真的造成買賣 好 你說我剛剛講 能不能造成真的買賣 就看你租回的條件 你租的條件 它就是一個純粹什麼? 營業租賃 好 那它再來就是真的賣了 賣是賣 租是租 這是兩回事 那如果我租回 就跟資本租賃很像 那其實這不是真的賣 就等於是什麼? 我另外一種形式去做 跟它借款而已 就像資產負債表外的融資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 為什麼要去分資本租賃跟營業租賃? 因為資本租賃如果你不去認列 它其實就是造成 所謂資產負債表外融資的產生 那資產負債表外的融資 其實在我們會計處理說 不承認 不是不承認 不能夠承 不能夠發生的 所以我們要把它認業金來 這是資本租賃為什麼 被去強調的原因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們的條件在417頁 好 它說呢 售後租回是指成租人 將也有的資產出售給出租人 然後在行使賣回 買租回來 所以賣方就是成租人 賣方就是出租人 好 所以它旁邊畫一個圖 然後賣方 現在是賣方 賣給買方的時候 它可以承認出售損益 好 然後呢 這個現在你再租回來的話呢 那有可能 它是一個什麼 有可能是一個融資租令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說呢 對於成租人來講 它有這樣的好處呢 那這樣呢 它是不是可以不至於 因為我已經有一個合適的資產 我會把它賣掉就把它租回來 我在使用上面就不會中斷 然後可以做個再融資的工具 好 那可以降低我的利息負擔 然後再來將已經提完折舊的資產出售 再租回來 我做什麼 可以承認租金費用來結稅 好 因為我已經沒有什麼 沒有折舊費用 因為折舊的東西提完了 可是這個東西我還有價值的話 我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將賢資資產的健溫設備 一次出售之後再租回部分使用 那可以任業出售損益 作為損益的調節工具 好 看一下 他說成租人的售後租回 對出租人是沒有影響的 因為出租人就是我買到這個資產 我的租回租給人家而已嘛 那對於出租人來講 他是依正常的 我們前面就講的判斷方式 那對於成租人 因為成租人是賣方 我們現在講你是賣方 那我賣的時候的損益能不能承認 所以對於這個售後租回 對於成租人賣方是有影響的 我們要去做判斷 所以對於成租人來講 他的儲鈴會因為租回是屬於 營業租鈴或者是融資租鈴的一個不同 所以我剛剛是不是講的 出售跟租回 出售是一個怎麼處理 會計怎麼處理 重點在你租回的一個條件 如果你是一個營業租鈴 我說出售就是出售了 出售竟然就是已經出售了 他的損益就可以實現 如果他是融資租鈴 那你的出售的損益 就要遞眼 分立即承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市立十六 好 我們從十六來看 文字上你自己看一下 好 前面的文字 看一下市立十六 長春公司製造機器成本五十萬 然後三月一號製造完成 用七十四萬八千年六萬的價格 相當於供應價值出售給瑞華公司 然後立即用租回使用 好 朱期八年沒有優惠的成購權 年年租金十二萬期出支付 期滿估計殘食六千 由長春公司保證 好 所以他有保證殘食 那這個機器是可以用十年 好 然後傳租人有正額間款利率百分之十 隱含利率是百分之八 好 然後這個百分之八是有什麼 傳租人知道的 換言之他的意思就是什麼 他就用百分之八來算 最低租金給付限值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做的一個相關的 出售跟租令的分錄 好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他出售五十萬的成本 賣七十四萬八千零六塊 好 所以他是不是有出售的事實 好 但是我又把他租回來了 那我們現在看租這個事情 他是不是一個資本租令 我們說的售後租回的重點在賣方在成租人 好 那我們看一下我賣給他 他產生二十四萬八千零六塊的利益 超過毛利 那個利益 那個銷售利潤利益 然後現在我們來看他是不是一個資本租令 每一年租金十二萬 好然後呢 估計產值是六千 那麼說第一個我們有幾個條件 租旗屆屆滿不條件一轉 租旗屆屆滿優惠願共權 因為他都沒有 好 這兩個都沒有 第三個 我的租金的責限值 相當於公平價值的百分之九十 或租旗是賣了租令資產的那年限的四分之三 租旗有吧 因為他十年 他租了八年 好是有 那麼再看一下他的租金的責限值 好 我每一年付十二萬 其租之戶 租幾年付八年 所以我們差 百分之八 七期加一 好 的年金 百分之八 因為他隱含率就是百分之八 好 百分之八 七期 五點六二零三七零 加一 所以是乘上六點 六點二零六三七零 再加上 借滿了八年之後的六千 他有保證殘值 六千相當於現在多少 他的負利限值是百分之八的八期 是乘上 零年五四零二六九 所以呢 他的 這個 他的最低租金給付限值也是什麼 七十四萬八千零六塊 好 所以他的租金也是這個金額 好 所以他是一個什麼 資本注定 我們算半天就算他是不是個資本注定 好 那第一個我們看一下 我們算出來他的 他的那個 最低租金的折限值也是七十萬八千零六塊 跟他的公平價值是一樣的 好 那現在重點就在於說 他賣掉的二十四萬八千零六塊 你看可不可以承認 可不可以認別我的利益 好 第一個我們先看一下 因為他是屬於收購主義 我們他是屬於融資租賃 所以你可以看 一開始我拿到現金 好 拿到現金 因為我出售拿到現金 七十四萬八千零六塊 那我這個機器 好 那我看一下他原來的機器是叫做什麼 是叫存貨還是 好 製造機器 他應該叫什麼 他其實應該叫做存貨 可是因為他又把它 他有要使用他 重點是他有要使用他 所以等於是說這個機器我自己製造 有點像資金資產 所以我一開始我就叫機器設備 我只是賣掉 所以我的機器設備五十萬 好 那我的售後租賄未未實現利益 因為他是一個什麼 融資租賃 所以我不能承認 立即承認利益 售後租賄的利益 有二十四萬八千零六塊 這樣看懂嗎 好 那接下來重點就在於說 因為你又把它租回來 所以我的什麼 我的租賃資產 我們現在只針對陳租人來寫 租賃資產 好 他的供免價值是七十四萬八千零六塊 我帶應付租賃款 好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算過了 應付租賃款的 折現值也是七十四萬八千零六塊 好 我們剛剛已經算過了 這應付租賃款 也是七十四萬八千零六塊 好 那看一下呢 我們是什麼 3月1號 這是X6年的3月1號做的 那我們今天的假設 好 X6年度 所以到12月31號要做什麼事情 好 那這邊開始看一下 因為它是期出 期出 所以我一開始 對不起 我說貸現金 十二萬 好 看一下我的 每一次租期就是租金是十二萬 貸貸稅減十二萬 我這邊是628年零六 好 這是X6年的3月1號 我做的分路 因為它是3月1號做的事情 好 大家看一下 我們到了年底 年底我們要做兩件事情 好 因為它是每期的 每年的租金十二萬 然後期出 所以我們的期出就是3月1號 好 那我們就要算了 那我們3月1號到12月31號 這10個月用等於是什麼 下個年度的X7年的3月1號加付十二萬 但是我這一段期間 我的應付 我是不是要承認我的什麼 利息備用 好 所以我借利息備用 好 那因為我的應付注意款的那個負債就是這個金額 所以乘上百分之八 乘上點零八 所以我的利息是五零二四零 好 好 那我這邊講一下我跟課本寫法一樣好了 講跟4.6 我不想要這個例子有沒有寫 我就借應付利息 502.2 502.4.0 重點來了 這個租賃資產 我是要承認 折旧費用 好 那我的折旧費用是748006 減掉因為我的保證殘值是6000 所以減掉殘值6000 除以它是幾年? 8年 好 沒有講就是直線法 除8乘 除12乘10 所以我的折旧費用是77292 好 解折旧費用 好 忘記了 再來 對不起 因為它是一年的 我只記得折旧算而已 所以是628006乘點08除12乘10 所以是41867 對不起 這也要乘上十二分之十 因為這是一年的 好 41867 好 然後我們先看折旧費用 好 折旧費用是748006 減6000塊的殘值 除以8除以12乘以10 所以我折旧費用是77292 好 累計折旧 好 累計折旧 好 但是呢 我們是不是這個會實現利息收入 好 會實現售後諸偉的利益 我們每年要什麼 去回轉 它回轉其實意思是什麼 這個機器原來的成本就50萬 照理說我就是50萬去算它的折旧就好了 可是我用748006塊去算折旧 就表示我折旧費用是多計了 所以我這個利益呢 每年貪消的就是減少我的折旧費用 所以我寫在一起 我就未實現利息 未實現利益 收後諸偉利益 好 就跟我的 因為它貪消的時候 就跟折旧費用是相對應的 所以這個呢 248006除8除12乘10 所以是25834 好 所以我的利益是25834 所以我的折旧費用就減少了77222 就應該是51459 好 51451458 好 51458 好 所以我的折旧費用 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 未實現利益 未實現不是利息收入 而是未實現收後諸偉的利益 每年它就跟什麼 折旧費用對從 那我只把它寫在一起 本來我是借折旧費用 代理是折旧費用 借未實現收入諸偉利益 代折旧費用 我把它寫在一起而已 所以我看一下 跟課本應該寫法差不多 所以你看 我是利息利益用 代應付利息41867一樣 好 然後再來 我是借折旧費用 好 我只把它寫在一起 25834 一樣 我只把課本上面的419億的分度 把它寫在一起而已 好 這是資本租銀的情況之下 我要做 那如果它是什麼 營業租銀 那我這邊就是直接寫什麼 寫出售儲分機器設備利益 如果它是營業租銀 然後每次撥租金就是借租金費用貸現金 好 所以我說售後諸回 這個售後 諸受的這個動作 是要根據你的諸回的條件來決定 是怎麼做的 要搞清楚了嗎 要清楚嗎 售後諸回 好 最後我們趕快看一下 營業租銀就跟這邊講的一樣了 如果諸回是營業租銀 好 所以我就立即承認我的利息收入就好 承認我的這個 他說呢 資產的帳面價值跟售價之間的差 應該立即承認為儲分利益 好 那如果售後諸回的交易 不需基於公允價值 我們這個例子裡面的 我的租金的折現值 跟我的公允價值一樣 所以這個例子我是承認 我的儲分利益 這沒有問題 如果它是營業租銀 但是如果我賣的價格 跟我的公允價值不一樣 好 那我可不可以把這個 跟公允價值不一樣的部分的損益 也承認進來了 就要看啦 如果我的金額是比較高 或比較低 而又不同 他說如果這個交易顯著 跟基於是公允價值 我就立即承認 這個例子講究失利是佑 如果是營業助令的話 我是立即承認 儲分利益 因為我的諸回的條件是跟什麼 跟那個公允價值是一樣的 好 那如果售價是高於或低於的話 那這個如果是低於 他的帳面金額的部分 我是立即承認 看一下如果這個帳面價值是小於售價 好 帳面金額是小於售價的話 那我產生了儲分利益 假設是這樣 那這個儲分利益呢 這個售價如果是小於或等於公允價值 那我承認 立即承認 那儲分利益是沒有問題的 你看一下 420 頁 所以我售價如果小於或等於公允價值 我就可以立即承認 就等於是說你沒有做 做假 就是創造虛的不是真的的利益 好 但是如果售價是高於公允價值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我應該要遞免 好 那更租期來做貪銷 使租金費用減少 也就是說 事實上你的市場價值的面 那麼高 可是賣那麼高 那你會承認這麼多的利益 也就是說 基本上我的帳面金額 跟公允價值之間的損益 只要是營業助益 我是可以立即承認 好 但是 如果我的售價跟公允價值不相等的話 售價比較低 那我可以承認 那個副分利益或損失都可以 但是相反的 如果我的售價高於公允價值超過的部分 我就不能立即承認 換言之 我們售後諸葵 就是我們出售的時候 我是營業助益 那我 通常我們是說 我的賣價 售價跟我的帳面價值之間 來承認我的處分損益 但是如果我的帳面價 我的售價不等於公允價值 照理說應該是 大家都根據公允價值去產生交易的 那如果我賣的 我的售價跟公允價值不一樣 如果售價比較低 那我的售價跟我的帳面金額之間的差 我都可以承認儲分損益 但是如果我的售價大於公允價值 那麼產生的 帳面價值比較低的跟售價之間的差 我不能全部立即承認為處分利益 而是售價跟公允價值超出那個部分 我就要遞延 意思是這樣 好 好 那如果帳面金額大於售價 它不用這樣嘛 只要帳面金額大於售價 我就產生處分損失 那原則上立即承認 那如果又售價還低於公允價值 就是你賣的更低了 好 那這份的損失我們也會可以遞延 好 所以重點就是說 你這個時候 你就會有三個金額去做比較 那這樣 帳面金額 公允價值跟你的銷售價 有三個來做比較 好 那我們來看市民17好了 比較容易去理解 這個基本上的條件 你就記得公允價值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判斷依據 他說差一年初將帳面金額50萬成本 又說累積則就10萬的機器賣給樂華公司 立即租回 租期4年 然後這個租回是營業租令 年年租金8萬 期出支付 然後這個機器還可以用10年 好 那請看一下 如果售價跟公允價值都是52萬 售價45萬 公允價值52萬 好 然後再來售價是52萬 公允價值45萬 好 那我們來做這個出售 因為我說了 如果你是一個什麼 你是一個營業租令的話 好 那我基本上呢 好 你敢下一堂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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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我們就下課 我舖課 感谢观看